台中现在供五停二要分区限税 很多民众为了减少家中的用税 干脆改吃外食 也让台中各商圈包含了 冯甲和一中街的小吃饮料业者 他们的业绩都逆势增加了两到三成 另外台中各大百货公司更是超前部署 大手笔采购了20个五顿水塔来因应 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 民众家里无时可用 提着水桶到临时供水站补水 台中供五停二分区限水市民生活大受影响 餐饮业也得在缺水的夹缝中求生存 店员忙着接单做饮料 尽管限水生意也不受影响 原来业者早就超前部署提早出水备用 加上这一波限水期 民众为了减少家中用水 干脆改吃外食 让小吃饮料店的业绩逆向成长 饮料店是最好的 最少两三成以上 那再就是不要再洗碗了嘛 所以反而小吃生意会很好 除了餐饮业台中百货 业者正值感谢祭之后 还有母亲节档旗 碰到限水更是大手笔采购20座水塔 硬变足足限水的长期抗战 假日用餐啊 或者是平日用餐也都很多人 那我们要确保说 他们用水上面都是干净的 而这一间全台首创吹冷气的菜市场 业者也想方设法加装 节水头降水压 果然省下不少水 平常水量的话两天至少用掉180吨 做节水掉回到108度的使用 另外限水的还包括苗栗地区 鲤潭水库有效蓄水量 已经不到10% 水库露出黄土泥沙国军 也成立前进指挥所 派出各种器材车辆帮忙清淤 让水库能腾出更多空间 沉重雨水 但前提还是得祈祷老天爷帮帮忙 快点下雨 借台中苗栗 纵合不倒